每天都是这样淋这些花 开得很盛放会很开心 80岁的林女士 是这个中心的义工 除了袁毅 日常还会参与不同的服务 几年前 她要同时照顾着 在安老院的丈夫 妹妹和妹夫 身心都承受着很大压力 当初照顾我妹夫和妹妹 是心力交水的 一个星期去三天 我在将军澳到天水围 来户已经四个小时了 虽然在院舍有人照顾 但是在疫情之下 未必能够探访和联络 照顾者难免会感到不安和担心 最担心就是晶月 一直在疫情 担心她那时死了也不知怎样 是天不倒 如果真的探不到家人的长者 他们可以透过老人院舍的安排 做一些视像的探访 或者电话 这些都是很需要的 疫情下, 家庭聚会少了 亲人见面, 难了 长者更容易觉得孤单 情绪问题更加值得关顾 疫情下, 我们都要多些 关心长者的情绪的变化 可能他们的变化 未必会表露出来 他们会收起不同家人说的 变成家人的慰问都需要持续 多些体谅他们 还有要内心沟通 生活保持规律都很重要 例如定时做运动 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 睡眠, 留意时间都很重要 最重要是保持社交的联系 多些参加他们喜欢的活动 我很开心的 看到花怒成长 又看下这字 又晒下太阳 那些人就什么忧鬱都会过去 我上去中心 我觉得没有烦恼 我就不会想任何东西 有时见到姑娘又开心 有时不开心, 说出来是很好的 关怀照顾长者的同时 照顾者也不能忽视自己的身心健康 我觉得活怒者也要多留意自己的生活的规律 有机会也要给自己一些时间 去参加一些他喜欢的活动 变成他可以舒缓照顾的压力 最重要当然如果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是需要找人寻求协助 譬如朋友或社工都可以